大家好, 早晨,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网上同心敬拜 大家唱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觉 就是虽然我们好像很孤单在家里坐着 对着电脑或者你的手机 但是其实我们是在神的无形无穷尽的大家庭里面 在一个普世教会里面一起的扬声歌颂 一起的同心赞美 现在让我们在神的说话里面一起去思想 去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教导 我今天就藉着马赫福音 刚刚主席为我们所读出的经文 来到去思想主耶稣怎样讲论污慰这件事情 最近这个新冠状疫情 我们个个都记得要频频的洗手 来到不单为自己的健康和其他人的着想 去尽量避免疫情的传递 这件事是好事是应该做的 但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也看到 这件事是关于洗手的情形 是引来这个讨论 在这个讨论当中里面 其实这些法理赛人就是可以说是 抨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 说他的门徒是没有洗手来去摄影 在这件事里面 这个指控为何是这么严重呢 其实不是说到健康和清洁的洗手 而是说到在他们眼中一个传统 令到他们在他们眼中 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污慰的 是不劫的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分开三段来看 第一 看一看究竟犹太人眼中 他们的污慰是什么一回事 第二 耶稣基督又如何回应这些被他们控诉的人 我们看看耶稣眼中的污慰 究竟又是什么一回事 第三 耶稣基督在经文里面也有说到 其实令到人污慰的来源在哪里 所以我们分开三个阶段来思想 第一个阶段就是 耶稣基督当日的犹太人眼中的污慰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这里所说的就是说 花里塞人和犹太人都是跟从古人的遗传 来到用他们的很仔细的方式去洗手 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怕受到感染 或者是吃了脏东西 原来他们是要这样的规矩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做 他们就叫做一手就叫做俗手 这个经文里面说他们用俗手吃东西 换句话说 他们的规矩传统就是说 是一个世俗的 一个污慰的人 在神的眼中是不洁的人 因为他们无论是出去过街 可能他们会是跟其他人相遇 或者是接触到其他人 在他们的眼中 尤其是一些罪人 是被他们接触过 他们就会因为身体上的接触 令到他们自己本人不洁 特别如果他们在市集买东西 外邦人买东西 他们就会染上外邦人的污慰 所以他们回到家 就要把东西洗得很干净 甚至所用过的杯 或者那些罐、铜器用来煮食的 都一样要用他们的传统方式去洗 洗完之后 在他们的眼中 这就叫做 是 就是合规矩 在礼仪上面 可以说到是结淨 当然 他们的结淨 就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结淨 他们就不能得到神的接纳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很紧张这回事 甚至他们在规矩里面 有很多条文 甚至在他们的书 叫做Missioner 在圣经以外 也在旧约以外 但是他们的文士 就是将这些古人的传统 和规条 偏偏文文地写出来 一大段 甚至洗手 要用多少水 用怎样的方式去洗 但是不是跟着他们所教导的程序 所以他们只能够合乎 合乎礼仪上的规矩 只能够合乎礼仪上的规矩 只能够合乎礼仪上的规矩 如果不然他们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就用俗手 没有跟着他们的规矩去洗手吃饭 虽然你用自己的方式洗手 但是不是跟着他们所教导的程序 是不合格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现在 在第五节 法利塞人就跟耶稣说 为什么你的门徒 不照古人的传统来生活呢? 用俗手来吃饭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 就是说 你这么虔诚 但是为什么你把这么重要的事 都去疏忽呢? 究竟 什么是真正的虔诚呢? 什么只能够得到神的越纳呢? 是否照他们的方式为准呢? 耶稣基督在第六节到第八节 就有一个回应 在耶稣基督的回应里面 他就指出 他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 是没有说错 耶稣基督是可以说很不客气的 就指出他们的话 你们是假冒为善 就是说你口和心是不一样的 表里不一的 他就引用经文 他说 正如当日在以赛亚书的记载 他说这百姓的子民 在口边就说尊敬我 但是内心却远离我 指出这个就是当日以赛亚那些人 他们所犯的错 但是他在今天里面 仍然在耶稣基督面前 这一班犹太人身上是见到 甚至耶稣基督说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来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言 你们离弃神的戒命 为了要守人的遗传 这个的指控呢 是亦是很严重的 耶稣基督说 你们现在看重的 就是在外表 在人面前要跟着这些规矩 用这些仪式去洗 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教导呢? 是不是神的要求呢? 这个只不过是你们人的吩咐 你们人的规矩 你们这样做 其实内心 是不是真的想得到神的清许呢? 是不是真的神就会越纳呢? 反过头 这是离弃了神的戒命 你弃了神的最重要给我们的要求 你们没有做 所以这个 在这个回应当中里面 耶稣基督说 你眼中认为污秘的事 只不过是人的规矩 在神的眼中的污秘 其实是看到你心里面 如果你是假无为善 你是说的一套 做的又另一套 你的心又是怎样敬拜神 但你的内心是完全一些敬畏神都没有 那这个是不是污秘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景色 跟着耶稣基督在第九到第三节 也都再用一段说话 他说 又说 你们诚言是弃调神的戒命 为要守自己的遗传 那么耶稣基督就用了一个他们当日所做的事情 来指控他们 他说 你们怎样利弃神的戒命呢? 他说 神的戒命说得很清楚 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 这里就指出当日 是在旧约 神 将十戒 和神的吩咐给摩西的时候 第二个戒命 就是人要当孝敬父母 在另一段的经文 也同样说到 如果是咒骂父母的 必然必自死他 那么我们看到 神的要求是十分的严厉的 不但在人们的关系里面 是指出 我们要去尊敬 我们要用孝心来对待我们的父母 如果我们对他不好 咒骂他的 其实那个严重的惩罚是要处死的 耶稣基督说 这是神的戒命 但是你们的传统又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你们完全没有听到神的说话 你是疏忽了这么重要的教导 反过来 你教人说 如果人和父母说 我现在所有的 我已经是做了国耳板 国耳板 所以马可也是在解释里面 为了读者提供了理由 国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 那就是说 如果那些犹太人 他们说 那这些 我现在是贡献了给神了 但其实还是在自己手里面握住的 还在家里面的 但是口里面就说 这些我已经是分开了 是给神的 所以我就没有什么 可以给你了 爸爸妈妈对不起了 我不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了 那耶稣基督说 你们用这些人为的规矩 甚至是不容许这个人 去供养他父母 那这个是当日他们一个弊端来的 其实耶稣基督就说 你们做了很多 所以最后看到 你们还做很多 好像这些这样 依照你们人为的规矩 而是疏忽了 甚至是废弃了神的说话 即是说 你不单当神的说话是无道 你是完全是违背了 不单是疏忽 是不小心 而你是明知 你还要说反面 即是你父母 不需要你去 那么担心的了 你现在 按照这个规矩 这样做就成立了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说 你看看 你是以这个 个人虔誠的名义 就要规矩 来到去限制着这些人 去遵行神的教导 这样做对不对呢 今天我们可以都看到 有些人是藉着宗教的名义 是说了很多人为的规矩 甚至在基督教里面 我们不小心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犯了这个 就是以教会 或者甚至用基督教的名义 来强行一些人为的规矩 而令到人和神的真度 是背道而辞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耶稣基督当日的指控 亦都是给我们今天的指控 我们这样做 其实是否在神的眼中 是对的呢 其实是完全不对的 是不对的 是污秘的 好 现在当日 这些人就是用这个借口 忽略了神的戒命 甚至是废掉神的很清楚的吩咐 耶稣基督跟着下来 就讲解 究竟令到人污秘的来源在哪里呢 那么这个污秘的来源 正如我开始的时候说 不是说我们今天 这个个人卫生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是碰了不干净的东西 令到受了一些感染 不是说这些问题 耶稣基督说 在神的眼中认为不结的 神不能够接受的这些污秘 眼中的不结 在神眼中的不结 从哪里来呢 是否因为 从外边 你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没有跟着你们的规矩 去碰了一些不干净的人 那么令到藉着接触 甚至或者是吃东西 入了你的身呢 令到你成为一个不结的人呢 所以耶稣基督在第14节 第19节他就说 你们要明白 从外边进去的 比如说 吃了一些犹太人眼中 以为不结的食物 那能不能够叫人是污秘呢 他说不能够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 那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呢 里面出来的奶会令到污秘人 他再说一次 因为你吃的东西 不是进你的心的 只是进你的肚子 所以耶稣基督都很实在 他跟他们用一个很清楚的说话来说 他说 你吃东西 是不是吃了在心里面 当然他不是以生物的角度 但是从常识的角度 他说 你吃饱了 进了肚子 饱完之后 吸收了之后 那下去了哪里呢 去了茅廁 他说 这样说 各样的食物 都是结淨的 这句说话 请大家都是留意 所以耶稣基督说到 其实食物 没有分到是污秘或者是结淨 当然这个不是说 食物是否究竟是不干净的意思 在神的眼中 没有一样的食物是不能够吃 吃了之后 令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接待 不是这样的情形 我记得有些人问过 牧师 基督徒能不能够吃这些 能不能够吃这些 能够吃那些 如果那些食物 不是有害你的身体 对你有益的 耶稣基督这句说话说得很清楚 各样的食物都是结淨的 不会被人为的规矩 或者一些规则去限制我们 恐怕吃了这些食物 就干犯了神 令我们不结 我们无需要这样的恐惧 去放心吃你对你身体有益的食物 就好了 接着耶稣基督就说 究竟那些污蔑从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呢 这就最重要了 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应该要留意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 他乃是在心里面出来的 不是在外面进入的 在心里面出来的 发出的恶念 这里不只是说到我做了的恶事 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的念头 我们有这样的贪恋 我们在这个贪恋的当中里面 我们觉得 虽然我不能够亲手挖你一巴 我不能够亲手虐待你 但是我的心里面是怀着一个粉痕的心 这个耶稣基督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已经说到你已经等于做了 所以也引用出神对我们的心态 以及心里面如果有恶念的时候 就怎么来看 耶稣基督说 这些就是骚髒的事情 这些就是神不能够容许 不能够接待的 这些就叫我们成为一个污谓的人 所以这里的恶念 他用了很多的例子 九合 在九合里面 其实就包括唯有奸淫 淫荡 这些事情 也都 令到我们回想到十界里面 我们不可奸淫 是吧 接着 偷渡 也在十界里面说到 我们不要偷渡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有贪婪 邪恶诡诈 对人口说 是有欺骗的说话 那就是作假见证 是吧 那我们见到 这些 所说的 一列的 狂妄 骄傲 博盗 妒忌 一切在我们心里面 很多时候 積積埋埋 是很多很多 骚髒的东西 我们 其实是 没有发出来 但是不等于我们内心 是没有 引辱了 甚至是 有点像说 我 挺 喜欢 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需要做出来 我在心里面 都让我想想 都开心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很危险了 因为藏了很多 不应当藏着的东西 这些 耶稣基督说 在里面的 人看不到 不是人家 令到你 骚髒 令到你 不洁 那是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 在肉体上的情欲 你好好地求神去结症 甚至 是容许自己 在这个 恶念里面 去让这些种子去萌芽 那么 如果被魔鬼留地步的时候 魔鬼 撒旦 就会将这些种子 去发芽 令到我们 整个人都会受到这些影响 所以 在神的眼中 不是说 没有 凭着这些人的规矩去洗手 吃了东西 就成为一个污秽的人 不洁的人 如果他们接触到一些 在他们眼中的罪人 或者是外邦人 这样 不是令到他们不洁 所以耶稣基督当日里面 他接触的人 是什么人都有 反过来 这些文士 发力赛人说 耶稣基督 为什么和这些罪人 这些碎利 这些枪忌 有来往呢 这些是污蔚的人 耶稣基督就是在这里 很好的解释 其实在外表里面 在外面 你们以为是污租的 在神的眼中 是不是污租呢 所以让我们今天 真是在这里 有很好的反省 正如在诗篇里面 有提醒我们 神啊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使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 有什么贪念 有什么恶念 求你结静我 求你做我一个清洁的心 让我可以重新 做一个有正直的人 是手结 和心清 所以我们不单 在眼目里面 我们是要结静 我们所说的说话 是要结静 我们所手做的东西 是要结静 让我们今天 都一样的在神的面前 求祂 处理我们污秘的来源 我们心里面 求神是要结静我们 弟兄姊妹 或者我们今天 在这段时间 一起祈祷 求神是帮助我们 好好地洗干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是以一个敬畏祂 结淨祂的生活 而去过活 好吗 让大家低头祈祷 主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亦是对我们 无微不至的神 主我们今天 来到祢的根前 实在要承认 很多时候 我们人 我们自己做事 都是太过表面化 以至我们是疏忽了 我们在内心里面 对祢的追求 在内心对祢的回应 主啊 我们求祢今天 藉着圣灵的教导 藉着祢说话的提醒 帮助我们 在处理我们内心的世界 主啊 求祢洁净我们 我们有恶念的 我们有怀恨的 或者我们心里面 有时抱不平 而令到我们 对人有不好的看法 或者有不好的态度的时候 主求祢是帮助我们的软弱 求祢是联敏 求祢洁净我们 求祢帮助我们 有一个清洁的良心 主求祢的圣灵 来去洁净 静化我们 希望祢能够行走一个永生 和一个测路里面 以一个洁净的深夜 来去追求祢 主 我们以上的祈祷 乃是奉我们救主耶稣的圣灵 以求 阿们 好 我将时间交给主席 好 好